小时候家长总教育我们要踏踏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办事 这道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只不过在今天 你光能做好产品已经不够了 你还得回营销 这600年的故宫都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了网红的产品 咱汽车行业也不能善罢干销不是吗 在今天节目中 咱就跟大家聊聊汽车汉用里边的网红新贵 最开始我们说这台车型 它在干性车阶段就已经准备满城风雨了 它就是在日内瓦车产上刚刚亮相的 标志508 Sport Engineer 它是一台纯粹的法式混合动力车型 人员的混合动力是为了省油 而这台车的混合动力是为了纯粹的驾驶乐趣 是的 它是一台为了跑得更快的混合动力车型 这台外观时尚又凶狠的轿车 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 比如标志给出的账面数据400马力 和4.3秒的百公里加速 就能证明法国人要开辟一片新天地的雄心壮志 两台电动机在前后的驾驶上 508 Sport Engineer成为了一台四驱车型 配合特殊改造底盘 更贴合地面的车身高度 以及缩短的前后轮距 508 Sport Engineer 这样标志重拾了当年的运动青春 法国人大条神经从古流传至今 当年看着奥迪夫瞬眼 随便就造了一个标志908 拿了一个乐忙的24小时冠军 然后就项目退赛了 今天又不好好去造微型车 非要参与什么极致运动 当然未来量产之后 好以来我们现在不好预测 但至少在品牌舆论上 标志已经成功了 508虽被看好 但不能否认的就是它依旧小众 这两年在国内呼声极高的北欧简约峰 最近也有了新动作 他们推出了60系列的全新换代产品 沃尔沃S60 作为轿板奔驰宝马的杀手锏 这次沃尔沃也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运动特性 外观上各种黑色高光组件的运用 让沉稳的瑞典人也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了 在T6车型上选章的20寸轮毂和P0轮胎都让你难以置信 这是一台中型车甘勇的配置 这还不算完 T8高性能版的横空出世 简直就是为了秒杀S4那种垃圾而存在的 黄色的刹车卡前极其显眼 415马力670牛米的动力数据 你都不敢想象它到底能跑多快 当然话说回来 全新的S60依旧在内饰上存在着硬伤 视觉疲劳往往是最可怕的 可偏偏这一套内饰设计 我们好像已经看了快十年了 作为沃尔沃的高性能品牌 Posta的创业之处其实并不太显眼 可是随着战略转型 营销手段升级 Posta现在可是风生水起 这波刚刚发布了它的一个网红神器 叫Posta2 照着这个发展趋势来讲的话 在欧洲的电动车领域 特斯拉可要有一场硬仗了 作为一款新的豪华电动高性能五门轿跑 Posta2拥有着500公里的续航旅程 27个电池模块组能够让它爆发出408马力 加速时也被锁定在了4.7秒 当然作为21世纪下一个移动终端 在智能科技方面Posta也毫不示弱 谷歌最新的安卓HMI人机系统被运用了起来 这也是集合了众多谷歌智能结晶的车载首秀 这次全新车型的推出可以看出Posta是破费心思 前脸的设计虽然有些压迫感 但是侧面的线条简约又不简单 这又可以为外形扳回了一分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台电动车里的诱惑即将来到国内 希望到时候售价依旧可以保持它的诱惑 今天左一台明天又一台 电动车市场的巨大空间 每天都在不停的被发掘着 当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特斯拉这个老牌网红却蹲在计较卡拉 默默流泪 这些年特斯拉损失了太多利润 过高的生产成本 绝望又无助的交付产量 这些都让马斯克头疼不已 好在扭亏为盈的利器 终于来到了 对于外形来说 特斯拉Model 3 依旧是那个稀奇古怪的外星人 甚至有人把它称作汽车界的伏地魔 外观的辨识度是高了 可内饰就有些不敢恭维了 为了节约成本 Model 3的驾驶舱极为简洁 除了方向盘和液晶屏 剩下什么也没有 对 哪怕是一叮打的设计都没有 但毕竟它也是一台特斯拉 该有的智能科技 Model 3一样都没有落下 作为一台中型轿车 入门后驱版已经降到了40万元 而未来国产后 相信Model 3还会继续一路高歌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洋网红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我们自己的国产网红 领克 从01亮相一时 这个主打年轻调性的品牌就极为高调 时隔半年之后的02 把发布会搬到了阿姆斯特丹 而后03的东京更是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车型和品牌 调性简单明了 张扬火力 可以说领克03符合了网红所需要的一切标准 超高的颜值 完美的身材 当然还有实力不凡的性能 之前1.5T三缸发动机其实表现已经还可以了 可现如今的2200T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作为性能兼兵 03 Hello Car拥有着350匹的精神动力 5.3秒的百公里加速更是刷新了对于国产轿车的认知 这还不算完啊 领克还计划将来将推出一款名为Concept Car的超高性能版本 同样是220T 据说这台车可以迸发出520马力的动力输出 最后咱们来说说一台在国内销量市场的网红 宝马七系 作为地级车里的领军人物 光1月份 宝马七系就在国内卖出了2567台 并且碾压A8达到了大型豪华车的销售冠军 但蓝天白云并没有因此而骄傲 他们紧接着就推出了七系的全新改款车型 在新七系上 猪鼻子被毫无节制的继续放大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进气格山简直就是丑出了天际 可实际上 当你见过驶车之后会发现 因为视觉角度的改变 前脸瞬间豁然明朗了起来 全LED激光光源的天使眼 让新七系霸气威猛的许多 当你绕车一周之后会发现 其实除了前脸 这依旧是你熟悉的那台豪华典雅的好伙伴 和外观的骤变有所不同 这次改款并没有对内饰部分进行过多的调整 只更换了更大尺寸的液晶屏 并且把最新的iDrive 7.0系统安装了进去 期待已久的水晶档吧 并没有出现 总体来说 全新七系的优越 还是要大于失望的 毕竟这是一台顶级豪华的宝马 不管怎么造 它都一定会对得起 自己百万级别的售价 曾经移动网红这个词给大家留下的都是非常不好的 固有思想 其实网红们也是为了顺应当下主动去贴合年轻人们的审美和娱乐精神 并且去刺激他们的品位和每一处的感官 汽车也是如此 只不过我们不希望大家过度去解读 太客气炒作来修饰自己 最后事半功倍 还唠了一个被人骂的名声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李南说到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